这是迪加奥特曼里最臭的一集 由于漂浮到海面上的怪兽残骸奇臭无比 熏得周围民众大小便失禁 TPC上层不得已只好驳回胜利队的调查研究请求 让他们立马转移并烧毁怪兽 可就在飞昆家娃娃途中 怪兽竟打赢了复活赛 并一路向着液化器储存驱逐突猛进 为了阻止怪兽 新城驾驶飞昆向其攻击 然而导弹却被怪兽吸入了体内 这时中方心生一计 想通过热电波将怪兽融化 事实上这种方法十分奏效 只是怪兽刚刚吸入的导弹 竟在这时拖出引发爆炸 差点把新城的昆昆也烧着了 另外经调查发现 怪兽虽已停止生命反应 但其细胞还能再生 除了烧毁别无他法 无奈 宗方只好让大谷丽娜 把天然气罐也搬了过来 试图让怪兽吞掉在引爆 可就在运送途中 意外却发生了 只见怪兽死死咬住牵引绳 飞坤上的大谷 只好趁乱变身 助力娜脱离了险境 面对打不死 还啥都吃的怪兽 迪迦起初尝试用体术来对付 可怪兽那滑溜溜的体质 外加严重的口气 还是教了大谷做人 且他这次竟连迪迦 都想吸入体内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此期间 长了脑子 大谷终于回想起 队友的调查报告 最终用一记栽培力熬光线 引爆了怪兽吞下的天然气罐 事件得以解决 转眼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半 为了调查神出鬼没的诡异云团 TPC以绝境的恩师 为首组建了观察队 而他也想借此证明 云中有着同样在地球上的生物 闪电人 没曾想 却搭上了观察队全体的性命 收到消息的胜利队 只拍大谷前去跟踪云团 但由于电磁波干扰 飞坤就这么撞进了云团 第一代闪电人 也随即登陆了地面 与此同时 绝境得出了结论 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大量的电磁波 被释放到了地球外的电离层 它们夺走了闪电人的生存空间 并导致它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为此绝境 想要继承恩师的一致 完成人类与闪电人史上第二次接触 试图通过友好交谈 来化解闪电人 报复人类的心理 然而非我足类 其心弊异 在闪电人的价值观里 朋友是用来吃的 逝者生存才是王道 就在绝境被吓尿之际 大鼓终于从昏迷中苏醒 化身为迪迦 阻止闪电人 面对出来炸道的闪电人 迪迦好容易就取得了优势 并以一记手刀 置其昏迷 然而闪电人竟是在装死 来骗来偷袭三千万岁的老迪迦 迪迦的左臂也不慎被咬伤 情况不对 赶紧撤退 只见负伤的迪迦以退为进 溜得闪电人团团转 趁其不备 也搞起偷袭 夺回了优势 并最终以一记蓝帕尔特光弹 打散了闪电人 他们也只好狼狈地逃离了地球 为第三次接触 做好充分准备